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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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編輯》部的《笑聲望新闻》节目时段 這節有我許流山 做新西蘭 易德台仰 大家好 好了 请记得帮忙点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另外有正向布载 加上曬冷气 也需要大家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 多点回来欣赏一下節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阮民安还压了这么久 其实还有人支持他 或者还有人信他 挺有趣 真的吗?奇怪 他真是笨到这样 这些笨人应该不太多 有都可能走了 都不知道是否在香港 还是说些什么 现在就说他要还压到7月25日 才可以给他答贬 哎呀 他太太和有个小孩都不在香港很久了 真是可憐 又说到自己好像很危险 又说不会回来 不过不要紧 家人安全就是最重要 现在他又搞得怎样呢? 据说真的 打算是认罪的 本来的欺诈罪 看到控方在昨天 即是2023年2月2日 就申请将他修订为洗颜色钱 也得到法官的国委件批准 而且辩方也说和控方达成了共识 所以说阮民安就会承认先动意图行为罪 以及经过修订之后 刚才提到的洗颜色钱序 也透露了涉及金额去到70万 哇 多不多 说少不少 70万 都挺厉害 是啊 现在他暂时来说 充公了37万 大哥 这些人 对了 那三十多众留在哪里 不过有时候看到也挺唏噓的 这人又要靠黄来找食 又说要去什么黄店支持 又说要找什么西湾河红仔饼 又说做演唱会 又说做嘉宾 有很多东西 又说要摇这个摇那个 又说一天三餐买外卖 又说这样那样的 又要在社交媒体 就骂法官 嘲笑一些离开了世上的警员 鼓吹仇恨警察 或者唱一些光时的歌 这样那样底下 要做到这样 拼得这么出位 来到去找食 最终的下场 这才处理一下 究竟那几十万去哪里 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分禁给人 还是放在马会那里 倒马 然后铺了草皮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这个可能性 也挺高 挺高 因为据说这个人 也挺难倒下的 是吧 难倒到想当年在澳门 要找人过去 几乎他回来 哇 你真的要这样 老实说 在澳门 这是废物 是的 不断倒两手 输了 运气不好就走 吃一顿饭就走 去巨姬买曲奇饼 行人饼 就算了 回来咬一下 就这样了 下次再玩 他就是倒到要被人夹回来 是这样的人 没错 现在新改控的洗颜色钱 就说他在2021年4月27日至2022年2月15日期间 就去搞这一堂 以他阮民安的名义 就是 咦? 为什么会在汇丰? 在汇丰里面持有一个账户 里面有一批大概七十一万八千七百八十八个二毫七的款項 存数、部分、间断,是否去挣颜色钱 这个一件事 即使这些人卖A呂曲奇 买了回来 VoIP 转来转去 是行人要去挣颜色钱 这这也不能说完全切除 A女曲奇的老作 当时已经被当时的案情也有解释过 他这些是假的 虽然不是在法庭的审讯中说出来这件事 你也说他正在还压 不能让他自己澄清 挺有趣 去到这个位置 那些奇奇怪 同路人也好 以前的同路人也好 那个看法挺过人的 有些人说老鼠庵第X4 老鼠庵 说他像个老鼠 老鼠庵不是指他一般 对对对 指第二个 唱歌 也是唱歌的 也是唱歌的 我也是唱歌的 一个唱多一点 一个唱少一点 还是一个喜欢坐的士 一个喜欢坐的士 一个正在还压 分辨在 有些人说本身这件事未必坐到两三年 他说现在开审等等 接近两年了 有些人说他真是做小强了 有些人说是什么生不逢事 有些人说不错 就是你不是错也好 错也好 不错也好 总之你不认就坐到你认 我这样 神经病 不是的 怎么会是呀 当然不是啦 谁可以坐到你认才行的 只不过你那个排期是要时间的 因为法庭都是工作量大 都是多得2019年发生的事情 搞到法庭那么多的工作要做 对不对 还有是他自己是骂X烦的 何解呢 丹野在上年6月的时候 首次在区域法院提讯 他就本来可以安排一些法换给他 还是怎么样 没有钱也好 他就说扭来扭去 撤销那个法换的申请 又说请私人律师 谁知道私人律师又没来 不知道是你得罪人多 还是没钱给呢 我看不到投款 你没给订我就不来 6月的时候炒了车 你说自己有私人律师 就是不要发援律师 帮不了你 7月的时候再一次提讯 本来就改了由 第律师王乐希代表 但是这个律师9月的时候 也通知控方 亦说获得被告指示 不用继续代表他 是不是他没钱给呢 你没钱给的 我不能再帮你上庭 那不算用了 算了你了 到9月底的时候 第三次提讯 当时阮民安 就没有代表律师了 不过他平常透露 自己邀请了新的律师 几次都是你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这么厉害 如果你这么把炮的话 你按一按手指 应该就算先帮你 也帮你搞定 这件事 然后到11月的时候 就是11月初 刚刚上年 再一次提讯 因为新的大壮仍然未收到一些文件上手 所以 再度申请押后 到今年1月才再提讯 而当时阮民安首次向法院申请保释 记住 整件事并非那些网络 他们自己围绕 在吹水 那个情况 整件事 上文下 即使阮民安 你只是搞律师 你都搞了半年 搞了一堆东西 你当然没有钱请了 又要求别人 是不是要给你一个折托 你请了律师 都搞了这么久 当然没有理由 当然没有钱 这个人 煩了 又没有钱又没有 当时又要求多 如果你没有钱 申请发回就算了 我不知你为什么会这样 就好了 他自己按摩摩摩 你不申请发回就算发押了 自己等到 现在发押了 其实有半年时间 你都是虚耗在这个 请律师 换律师 无畏事 你一直以来都没有去申请保释 你是最近才去试 第一次申请保释 不过就被拒绝 如果你不断的申请 不断的去试 其实都可以的 对吗 我想他也没有 没有这么做 因为你提出这个申请保释 你有律师帮忙 是会好很多的 他没有 又是麻烦的 究竟是怎样的 那些论点在哪里 有什么点 有什么位置 帮你反一反他 看看有没有哪些地方 对啊 证明你都是 只有说字而已 阮民安那时候说过的 凌鸣而死 不默而生 现在真的是不默而生 现在是不默而生 哎呀 你说的东西都是 只能说 说一下而已 现在就是不默而生 挺有趣的 有些人看见他说 哎呀 马上坐完 出回来 移民好过了 你出回来可以移民 有案底啊 乞业啊 傻啊 他就是了 没有了 行不行呢 其实 假设他记住 如果那个5加1那样东西 你到申请定居的时候 就要交出粮民证 如果他先去了 但就不交 但起码都要留在英国 能不能够再在英国那里 搞搞阵舞帮衬 可能唱光时 这个又搞这个又吵 在那里 就会引起到特区政府的国安处 说是要通缉他 然后就再向英国方面 申请成为政治庇护的难民 那又行不行呢 但是你要在外国搞到一些事情 是要 特区政府必须去回应的 这样才行呢 你在外国可以搞什么 出来样子 搞什么出来样子 最重要就是 如果你是一般的示威 去一下中国领事馆示威 我相信没有人会理他 分一分钟 英国的政府都会趕他走 所以有些人都问 他去英国干什么 又卖假演唱会非 然后骗人 搞不到什么 叫他开patreon 然后拿钱去赌 一变二变四 要在外国做一些事情 搞到特区政府 通缉你的话 你又相信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叫袁弓夷这个人 他就是这样的了 他就在外国搞到被特区政府通缉 你会做到好像他这样 才可以 这样就行了 但他又未到这个级续 唱歌 不知道是什么 唱歌唱到嘎嘎 嘎嘎 嘎嘎 骗人的时候 就算法庭判了你 改为 洗黑钱 欺诈这些 暗化了 A女曲奇 妈妈都死了 癌症 这件事 其实 公道自在黄心 这帮黄人的心里 自然就有分析 你骗不了 不能再说下去 你再说太多 人家都不会再相信你 不能再说你 是啊 那好了 我们今次先说到这里 阮民安就慢慢坐了 坐到五个月左右 就可以出来 去到法庭 我在法庭的大便 好 我们先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